哈喽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良婚说表 没错又是我 我们今天来聊一聊表镜会影响你对万表的选择吗 近些年来 新品的那个万表的表镜不断的扩展 主流南表尤其是运动款表镜大多数都已经扩展到了40毫米以上 就连4445毫米也经常能够看见 无论是创商还是消费者似乎都更钟情于大表镜 而反观38毫米以下的万表 在市场中就表现不怎么样 就算是相同款式的万表 人们在选购的时候往往也会优先购买大表镜的版本 那么表镜对于买表的影响究竟有多大呢 其实早在千禧年之前 30多毫米的表镜一度是南表的主流来的 小巧精致的万表是当年的流行的趋势 因为万表的本意旨在设计和制造出比怀表更小 更便于随身携带的即时工具 在这个时期的万表呢 越是轻薄小巧就越受宠的 不过就好像 智能手机屏幕 从最初主流的3.5英寸 升级到现在的6英寸以上 随着手机承载的信息量 越来越多 需要的显示面积 也在不断的扩大 而万表呢 自从脱离了单纯的时间显示功能 附带了奢侈品的属性后 同样也需要辨识度 展示其独特性的 除了万表在形状 颜色以外的改变了 最简单直接的方法呢 就是 扩大万表的直径了 同时现代人的饮食结构的改变了 致使了平均的身高和肥胖率 也在不断的提升 小表镜的万表呢 似乎已经不再受宠了 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万表的表镜呢 在 不断的扩大了 我举个例子 木村拓栽的最爱 劳力士颇富盛名的VIF 14270 探险加1万表 也是36毫米的表镜 这个经典的尺寸呢 从80年代末 一直沿用到2010年 期间仅于 2001年呢 推出更换3130机星的版本 但并未对外观进行调整 就足以看到它的设计是有多经典了 就在不久前呢 老力士推出了传新36毫米 探险加1万表 VIF 124270 作为迭代型号 用以取代39毫米的前作 VIF 214270 除了机星的常规升级外 本次争议最大的点 莫过于表镜从39毫米 更改为36毫米 对的 你没有听错 就是改小了 不少人认为 这是向经典的尺寸致敬 探险加1 作为登山攀岩运动 而研发的那个万表 需要的是可靠的性能和轻便的佩戴体验 冒险家们偶然间露出绣碗的那一刻呢 便是对探险精神最好的诠释 加上表盘简约的大三针的设计 无需过多的复杂功能以及外圈的点缀 36毫米呢无疑是最理想的尺寸了 劳力士每次推出迭代款的时候啊 旧款总能吃一波短暂的停产红利 具体的表现为呢 在二级的市场上 价格攀升 这枚39毫米的探险 探险家也不例外 就目前二级市场而言的话呢 它的价格已经逼近甚至是超越了工价的了 而就在半年前呢 它的折扣啊 还是相当可宽的 市场的行情的变化也在一定的程度上 代表了万表的受宽银程度 39毫米的版本呢 似乎更受青睐 就我个人而言 表镜的确是 购表的一个参考指标之一 但并不是决定性的因素 即使小表镜呢 也丝毫不会影响我对某一款万表的喜爱的 就拿36毫米的星探险加一来说 相较于旧款 它带来了70小时的动力储存的3230机芯 新机芯在续航上的提升呢 是显而易见的 极大的提升了那个佩戴的体验 但凭这点呢 我就认为它比搭载3130机芯 WIF 214270 更值得入手 在万表各项性能啊 都能得到升级的前提下 表镜会影响你对万表的选择吗 欢迎大家在评论区 留下你的看法 这期的节目就先到这里了 谢谢大家的支持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拜拜 by bwd6 by bwd6 by bwd6